自從去年2011年開始 我們已經作出了第四浪的拘捕行動 牽涉總共11宗案件 涉案的貸款金額超過港幣14億元 調查期間也發現 有一些公司其實是有實質營運的 但在它遞交貸款申請的時候 偽造了一些文件 誇大了在公司在職員工的數目 以及在職員工的薪金 目的是為了申請更高的貸款額 其中有公司向銀行申請貸款的時候 報稱公司只有兩名員工 而它2020年的單月營業額只有1萬元 但是它報稱公司12個月的薪金總額 是需要支出高達600萬港元 也就是它旗下的每一名員工 在職員工的月薪是將近25萬港幣 警方同時也發現有公司 是利用了一些已經離開了香港 很多年的員工或者前員工的個人資料 在他們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為它開設了一些新的強積金戶口 並且向強積金受託人和銀行 俄稱他們仍然是在公司入職的 從而其實就誇大了員工的數目 以及他們需要支出的薪金總額 在銀行就獲得更加高的貸款額 在公司入職的經驗 更加高的貸款 都是一項目的 所以我們可以通過 在公司入職的行為 公司入職的行為 公司入職的行為 公司入職的行為